另外民进党前天通过了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 党主席苏贞昌宣布自肩召集人 排除了先前主委呼声盛高的前行政院长谢长廷 苏贞昌昨天晚上亲自打电话 邀请谢长廷加入委员会担任委员 谢长廷办公室今天发出声明表示 谢长廷已经婉拒邀请 民进党的中国事务委员准备设七到九位委员 目前担任中常委的谢长廷表示 委员会的名额有限 目前只是排先性质 他参加的实质功能有限 而且最后结果还是会送到中常会 中常委都有机会发表意见 所以空间可以留给其他人 不过谢长廷也强调 两岸事务他不会缺席 而且会更积极 未来苏贤关系与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如何整合 也备受关注